取责的中国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战略 2023年10月7日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发生几天后 一个阿拉伯国家代表团访问了北京 而北京的中东问题特使也开始了对中东的访问 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中国身上 因为中国自1988年就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但是中国真的想介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吗 它有能力这样做吗 自从中国在2023年3月促成了伊朗伊沙特阿拉伯的火解以来 评论家们到处都能看到中国的身影 有些人甚至认为中国准备取代美国 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扮演和平缔造者的角色 如今人们失望了 2023年10月7日在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四个月后 情况相当惨淡 以色列继续在轰炸加沙 中国保持沉默 每个人都在问 中国在做什么 因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都保持良好关系 所以李一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的和解有所帮助 但以色列表示他对中国领导人最初的表态深感失望 2023年10月8日 中国外交部的一份新闻稿强调了事件的严重性 并呼吁有关各方立即停止敌对行动以保护平民 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 第二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林说的更具体 我们反对并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 他毫不言含糊地谴责了哈马斯的屠杀行为 但他没有直接提到哈马斯 以色列是最早1950年承认中国的国家之一 中国对巴勒斯坦的支持是有历史性的 但中国的支持的是政治深远 而非财政和军事深远 1988年中国承认了巴勒斯坦国 从那时起 中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发生了巨大变化 20世纪90年代 中国和阿拉伯联盟的22个国家建立了关系 并要求他们作为回报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 通过参与多边组织和贸易 中国加强了在中东的存在 中国已成为沙特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国伊朗的主要贸易伙伴 并用人民币而非美元向这些国家购买石油 这充分说明了阿拉伯领导人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也说明了石油君主国对美国的不信任 因为美国有能力随时冻结他们的资产 正如美国对俄罗斯所做的那样 中国领导人各种负不干涉的原则 小心谨慎 穷不干涉地区争端 中国不想踏入由美国制造的 在中东的泥潭 外交部长王毅说 中东有以外国的干预 长期动荡不安 他说一些政客和美国精英 希望我们重掏他们的负责 填补他们留下的权力争夺 但中国不会落入这个陷阱 让美国自己收拾自己制造的烂摊子 越南外交大臣反映了很多位领导人的意见 他说如果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做了以色列所做的任何一件事 他们都将面临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制裁